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他私自用医疗器械练习扎针被护士长抓到 刚要斥责就被告知刚才的烧伤病人有危险 在抢救病房 神经老太太非要进来 赶都赶不走 一脸兴奋地看他们抢救 抢救过程中老太太吵吵闹闹 搞得大勇烦躁异常 于是把绿化钙说成了绿化钾 最后 因为输入了绿化钾造成病人 心脏皱停 不治身亡 护士长春兰打算如实报告 大勇也决定承担所有责任 男医生大勇非常自责 而此时医生大毛劝他 人本来就要死了 不要再犯傻了 如果他们如实报告 那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医院倒闭了 以后他们工作会难找 生活会非常艰难 在这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 助理护士翠花提醒道 这个病人从被送过来就没有家属探望 看样子应该是孤家寡人 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为隐瞒医疗事故的真相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于是所有人达成一致 把事情混过去 但他们不知道 门外的东梅听到了这一切 几个人在思考如何处理尸体 由于病人的情况 必须两天内报告上去 大毛建议加温 加快尸体腐烂 这样到时候主要取出内脏去掉细胞 体内就检测不出碰到氯化钾 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起医疗事故 这时有人想到老太太还在病房 而神经的老太太一直在望着窗外 最后决定转移到对面的一号病房 用加热器加快细胞分解 没多久春兰从监控发现 急诊室门口多了一个急诊单架床 上面貌似放着一具尸体 只露出一个一头乱发的脑袋 这时候一个人照看尸体的大勇 发现一旁的橱柜自动打开 在和春兰去急诊室门口查看的时候 发现尸体不见了 随后两人被这时候才出场的外科大夫老王叫去 两人被突然出现的老王吓得也是一脸猛逼 老王表示自己下班后没有回家 因为太累了就睡在烧伤死者对面病房的床上 醒来了就发现急诊室门口的尸体 查看了这个内脏腐烂满身绿色液体的尸体后 老王建议马上通报卫生局 不然后果很严重 大勇却表示想自己研究 于是就把大毛一起叫来研究 如果搞清楚病原体的话 大家就是新病毒的发现者 到时候就可以扬名利万 名利双收 一番争论以后三人决定一起研究 几个人去准备医疗器械 春兰一个人照看尸体的时候 绿色液体开始流了出来 没多久春兰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最后直接倒了下去 而尸体也离奇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大摊绿色的液体 一番查找之后什么都没有 大毛开始怀疑大家是不是看错了 此时晕倒的春兰醒了过来 行为开始怪异起来 把传染者用过的针头拿到废水里消毒 说消毒过后可以循环利用 把自己的双手也消毒了一下 突然绿色的液体从他身上流了出来 众人认为他是被空气中唾沫传播 马上用薄膜把春兰密封好 才几分钟的时间 春兰就穿肠烂肚了 后来众人发现春兰离奇消失 此时石榴并不知道春兰被感染的事情 而感染的春兰就站在他后面 死死地盯着他 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翠花发现石榴用注射器自残 还被喷了一脸的绿色液体 最后翠花还把医疗纱布当成美味的宵夜 一向对病人毫不关爱的大毛 也一反常态地对着空床自言自语 还想把病人勒死 果然大毛也被感染了 身上留着同样的绿色液体 一旁的大勇被吓得撒腿就跑 而彻底被感染的翠花也突然窜出来 把大勇吓了一跳 在打算通知其他人赶快离开的时候 大勇发现夏合和春兰正在给烧伤死者输血 还邀请他一起来玩这个刺激的游戏 经过一连串神出鬼没的惊吓以后 大勇发现一直神出鬼没的老王却没有被感染 怀疑这一切都是老王搞的鬼 而老王也说出了他们隐瞒医疗事故的事情 并表示 感染不是通过唾沫 而是精神意识 大勇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此时秋菊却出现了 问大勇为何一个人自言自语 他割破自己手指知道这不是幻觉 然后他惊奇地发现 死者身上不是绿色的液体 而是鲜红的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勇决定找出真相 他找到烧伤死者 却发现死者变了一个人 而此时通过老太太的诡异镜子 大勇也亲身体验到了 烧伤死者被用错药的恐惧和绝望 警察赶到医院终于彻查了此事 他们一群人杀了人以后 一个个精神崩溃 然后互相残杀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集中 中文字幕志员 数据